这是我们上几节课学过的一个PPT 当时我们学了几个发音 一个 大家可以看 我这个等会 就这个小屏幕 看我这个口型 这个呢 现在屏幕上的这个是 它的口型的比较小 比上一个 比这个 要小 这个音呢 你这个口腔的发音要夸张一点 这个在咱们中文的发音当中 在英文的发音当中都不存在 都没有 非常夸张 甚至就有一些 就是下不要脱臼的那种感觉 就是张到极限 是这一种 我感觉它是法语的单音的因素 就是语音当中 口型应该是最大的一个 当然还有一个它是它的笔画音 那我们后面再说 就是这两个 第三个音呢 第三个音呢 就简单了 第三个音是呃 但是呢 我要提出一个注意的问题 就是不要把它发成而化音 而化音呢 好像中国的北方 尤其北京人吧 爱发这种音 咱咱咱 呃 这个音不要 没有这种 呃的音 和英语不一样 英语呢 比如说 勒 得 都会有这种音 但是法语当中 勒 得 后面的这个 呃的音很干脆 很 平 比如说 大家看到这个 嗯 不支持 支持 好 像这个 第一个就是 勒 得 摸 勒 得 摸 这个发音是正确的 你不能发成 勒 得 摸 脑 不是这个音 勒 得 摸 就OK了 然后呢 大家注意看啊 实际上这些个发音 呃的发音很简单 但是难在哪呢 难在你要在单词当中 知道它的发音规则 这就需要长期的去训练 去熟悉 好吧 然后后面我们再说 有练习 那我给大家练习 我先把这个音速过一遍 这个呢 员 员 是一个 呃 英语当中 或者是我们中文当中 都很少出现的一个探词 嗯 一个发音 啊 它的发音呢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我 这个词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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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看看 我们在这个PPT开始当中 我们学了前面这四个 然后还有一个 跳过来 这个音呢 我们当时讲了 它和原音的发音 员 和原音的发音 员是相对硬的 但是它发的时候 肌肉更紧张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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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音更加紧张 啊 最明显的就是 这个单词 员 员 嗯 嗯 举例啊 我们现在在加拿大 我们现在在加拿大 嗯 蒙特利尔和多伦多 基本是一个市区 温哥华的可能现在 嗯 现在是 17点 啊 5点天还没黑 但是在蒙特利尔这边 嗯 和那个多伦多这边天黑了 天黑了的时候 我们叫 黑夜 我们就叫 虞 虞 但是这个虞呢 嗯 比如现在这个时间 也算是虞吧 但是7点左右 我们一般天 快黑的时候啊 我们说 呃 傍晚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叫 索瓦 我们叫索瓦 包括现在都叫索瓦 虞啊 更多的时候 我们指的是半夜 后半夜 我们叫虞 11点以后 夜深人静 那个 那个时间 我们叫虞 啊 现在确切我们叫 索瓦 那么 索瓦 我写出来啊 索瓦 这是索瓦 索瓦是傍晚 还有一个呢 我个人的体会啊 索瓦 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睡觉之前 我们晚上睡觉之前 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啊 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学习 通过做我们在学习 嗯 包括有人参加一些个聚会啊 比如有人去 各种的朋友家吃饭啊 聚会 他都在活动 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叫索瓦 啊 这是我个人感觉 我们回到家里啊 泻去一身的疲劳 准备睡觉了 安安静静的 那个时候 我们叫 女 女 一直到后半夜 都叫女 所以有的朋友说 这个索瓦和女 怎么分别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分别的情况啊 好 这是我们当时 学了五个因素 对吧 好 现在呢 我找同学来给我念一遍 来 谁来念念 举个手呗 一个多月没见了 这这这这 Julia 你来念吗 好 李老师好 嗯 你好 我来念 好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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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个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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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还有啊 这个发音呢 咱们讲一个 我们都是 法语也是人类的语言 对吗 人类的语言 所以你不要发的这么劳累 明白我的意思吗 太劳累了 轻松一点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太紧张了 你要是这么说话 你这一天下来 你这腮帮子都得酸了 你就真不喜欢法语 我跟你说 切身体会 我们呢 我是哪一年呢 我95年大学一年级 95年 那时候小不知道 我们就练这个发音 练得非常快 因为我们是科班嘛 我们叫科班嘛 法语是本科嘛 我们就学这个东西 四年的本科 我天天在练 早上起来就在学校的长廊里边就练 天天练 但没注意方法 那年小孩嘛 实际是小孩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拿下 对吧 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语言拿下 所以后来我就工作了一年之后 我发现呢 我这个冬天天冷的时候 我吃饭呢 张不开嘴了 就这么当 勺都塞不进去了 然后我就去口腔医院看 然后我发现到现在也是 你看我这两个手啊 正常的应该是你这个牙齿 你这个口腔在动的时候 应该两只手是同步的动 但是我是一牵一后的 是什么呢 他们叫职业性的那种下额的错位 什么人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老师 播音员 还有翻译 就是我们学外语的 就是发音的时候就是太夸张了 我们班正友同学下个都掉了 最少上笑一水接着 出现过这种情况 因为他因为很能很能理解 不是我们的母语 我们从小发音这个是 没有这种生理动作的 很简单一个例子 包括你看这边的我们的孩子 我的孩子比如在这边长大的 他说英语说到一定程度 长到长大的后 你会发现就这边长大的孩子 我们说BBC也好 ABC也好 他的长相 他的面容和国内的孩子 其实有些许的不同 就是因为他的运动 口腔运动的方式和中文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产生了他的面容的一个变化 这扯远了 所以我就说不用这么夸张 不用这么夸张 以放松为主 你像法国人在大街上 你跟那个会被客人说话 他也没有 他不可能的 他一点也累怪 都是人 很轻松的 我们现在教呢 教大家是比较夸张的 但实际上你就稍微大一点就行 第三个单词大家注意 第一个可不是 第一个就是 后边才是 好了这是咱们这个情况 然后第二个 这个我上次念过了 现在一个谁来 举手的不 我看看 Molly来 你好老师好 你好 他发Z的音 你看前面规则吗 在发音Z前面 都告诉你了 而且我们反过来来看 这个S 它是在两个原音发音中间 对不对 所以他发 还记得以前学的 以前学的 上一个PPT了 Z Z Creser Creser OK Cr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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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tre OK Je dis OK Je d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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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y Mexy 谁来 还有谁 还有谁 没人啦 没人叫啦 雷哩 在不 不方便 不方便 还有谁 谁想念 我来念一下 来念 咱们 对 咱们把那个麦可都打开 想念自己张嘴 快 Ben D'T M E Entrepris OK Entreprise Entreprise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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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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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發呃的音 但是大家注意啊 我在裏邊多說一嘴啊 這個呃 我們現在學的這個呃 包括呃 呃 呃 它都是原音 對嗎 嗯 這個原音 如果前面有一個輔音的話 這個原音一般就跟著前面這個輔音走 的 後邊這個原音再跟著這個輔音走 的 逆 逆 那麼 好 你繼續 你繼續完了我再說 Permier Permier 沒有喝 Perm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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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有趣嗎 Je Foz Je Foz 對 沒錯 沒錯 就這個讀呃 啊 後邊這個不讀呃 讀呃 Foz 讀這個音 讀這個音啊 Refoz 哦 Oui 好 F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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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Messire 這肯定得會呀 Messire Messire 这个谁来 老师我想提个问题 你再翻下面那个 不是再翻一个翻过来 这个日在 阿欧语前 他念 我就问 他在阿欧语前 念日 就念日 这个音 我还以为 都是在这个 你看都是在这个 这个 Mangry 看到了吧 我看看 我就觉得这个我没明白 等会 别着急 这个是在 不是 对不起 这个我的错误 我觉得这个不是吗 对就对了 对是这样了 这是对的 那行 好 谢谢老师 对 你这样 给 好 谢谢 然后 这是一个练习 因为有的时候 我这一动 他就给 跳过去 但是我要把它做成pdf的呢 pdf又不好 又不好看 好 我们现在这个练习 同学我们 两分钟吧 两分钟到五分钟 准备准备 我们好久没上了 然后练习一下 你们自己练习一下 然后找同学来 这个音 这个音不用害怕 这个就是这个 这是字体的问题 OK 再说吧 好 自己练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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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单词就是这两个单词 发音都是很特殊的 很多同学就是这个会读成 他叫 而这个就是牛肉 牛肉的负数 他负数 他的发音就完全变化了 不叫叫 口腔的话 口腔的话 一定要小而圆 很紧张 后面这个单词 这两个单词很有意思 一个是 着音 一个是轻音 这个呢 这个呢 轻 好 继续 第一个就不对 没那么重 不是累 对 C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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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Le OK好 继续 继续 Stars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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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听清楚 因为这个网不好 我们听清楚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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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hare Stars Stars 它发的是这个音 明白吗 明白吗 为什么呢 它在两个原因中间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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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在这椅子 椅子 叫S S 继续 Stars Stars No No Sh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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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s S 很好 第三个字 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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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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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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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uck Buck 错 露百 错 很好 很好 这个东西 不知道 错的 厉害 所以我跟大家说 你要是自己 有这个学习的动力的话 不要等到我这上课 我一个星期才上一次课 对吧 一次才一个小时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拿手机录音 你把自己这个 你上课也听到我了 你们可能都有录音 咱们在那个公文 咱们中心的网站上都能听到 然后你自己录下来 把你自己说话的声音录下来 有的时候你都不用听我课上的录音 你自己录完了再放一遍 你都听 哎呀 这是我说的吗 对 这就是你说的 对对 人都是这样 这是我说的 是你说的 错不了 你自己录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自己录自己的音 然后你一听是这么回事 就像我太太学唱歌 唱的可得尽的 那别人可受不了 我说你录下来 你自己帮我听 对吧 而他今天没在讲 好下一个 谢谢老师 没事 这很正常 有的同学是念的好 他都学了恩便了 对吧 好 这两个 这两个练习 先给大家点时间 还是 三分钟 不用太长 我们都学过了 今天是复习 三分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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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 谁来念一念 谁来念念呢 Jenny,我来念 你来念,谁要我看看 来吧,念吧 好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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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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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是什么? 。 第二个呢? 。 OK 。 这个? 。 OK 我听差了刚才。 Music 。 太标准的英文了。 不是Music 是Music。 Music 。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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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Miu。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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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usic 。 非常好。 串不怕我们在学习初期经常会的两边串门的, 你回来就行。 好 继续。 Yeah 。 OK 。 Earth 。 嗯 什么? 这单词可承认了 看面听着 眼睛 而且是一对眼睛 一对 一对不是多点龙 一月 一月 没有鱼 就是一月 一月 没有鱼 一月 这 一月 继续 Feed No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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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Feed是什么呀 Feed是什么 Feed 你是一个Feed 你是个女孩 Feed Feed 对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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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 中音在后面 毕业 毕业 没有特 毕业 毕业 对 继续 Nui Nui 这是谁啊 静下音啊 这个夜间 夜晚 Nui 非常好 N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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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呢 不到好发 我 我理解啊 因为这个咱们中文 没有这个音 它实际上这是 Nui Nui 和 I 两个呢 连在一起 你念成 Nui I 就不行了 它有一个滑动 把这两个音呢 应该是 像揉橡皮泥一样 把两个不同颜色的橡皮泥 融合在一起 它还有一个过渡 不能叫Nui 我们现在把它连起来 不仅连起来 还要他们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么一个过渡的阶段 叫Nui N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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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读到哪了 这个是Nui N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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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Nui Nui Nui 非常好 对 下面这个 下面很简单了 就是肺嗓子 念吗 嗯 Bonjour Hassin Nu Has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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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sk 不是肚子饿吗 对呀 所以叫喝 喝 喝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所以 他得发出呃的音来 否则的话就这样了那那行 喝 哇 弄 喝 哇 他不是 哇 他不是 喝 不是 喝 哇 他是 喝 喝 有一个呃的音在里面 有一个呃的音 嗯 喝 哇 嗯 喝 哇 pire 这个呢 不要发太 他应该有一个发p的一个音 pire 有一个有一个送气的一个感觉 pire pire 对 Ironique OK OK Esset Très bien Merci 乖去乖去 啊 不容易 因为这些个单词呢 这些个发音是我们有的之前写的 我们接触 有的可能都忘了啊 还有的发音是比较特殊的 很好 这是更早之前我们学过的一些的 辅音的发音 啊 我一会再找大家念吧 啊 我们现在呃 看点别的啊 我们 看点其他的东西 啊 啊 我们当时啊 啊 我们看看动词辩位 好吧 我们看一下动词辩位 那么 呃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 法语啊 要有三组的动词辩位 啊 我讲一讲 三组的动词辩位的特征都是什么 谁还记呢 哪三组 一万了 苏德 S H U D 你在不 打开麦克风麦克风说两句 是 朱德 嗯 听到我的话给个回音啊 我都让你写什么来说谁知道 那都 都不配合都不配我来啊 然后接着我我就惯了啊 法语的动词辩位啊 有三组 这三组呢 第一组 就是 等会儿啊 就是以这个 R 结尾的 动词 是 第一组动词 但是 我们把话 反过来说啊 把话反着听 就是说 第一组动词都是以RF结尾的动词 没错 但是你反过来说 所有以RF结尾的动词全是第一组动词 大家可切记切记啊 没这么简单的 学法语 你要这么简单的话 他法语还能称为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吗 No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 法语也不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你像那些俄语啊 西班牙语 也不简单 中文也不简单 都不简单 好 这是RF结尾的动词 结尾的是第一组动词 第二组动词就是以RF结尾的 是第二组动词 那么第三组动词呢 很简单 除了第一组和第二组动词之外 其他的全是第三组动词 也就是说第三组动词没有规律 全都给放在那一堆里头 这是法国人的一个思维方式 那么动词的变畏在很多拉丁语系当中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因为呢 包括英文 包括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俄语 法语都是这样 包括罗马尼亚语 这些欧洲的语言 它都是通过这个单词书写形式的改变 来体现时间的变化 来体现 首先体现时间的变化 来体现我们叫做主格的变化 阴阳性的变化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阿拉伯语这种中东的语言 我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但是中文我们就知道 中文是没有这种 对吗 我们中文我们中文最主要的是什么 我们用字来配合着它写 我们加复词来形容 我吃饭 我吃饭猛的一听 它是一个现在式 如果讲过去时呢 我已经吃完饭了 已经完了 它是用另外一个加上另外一个字来表示的 而不是说在痴上面 把这个痴变成痴 或者是写法的时候 我在痴上面再加一颗 再加一横二 没有它没有体现出这种东西来 好吧 那么我们看看第一组动词的变位 第一组动词变位形式呢 其实很简单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没关系怎么说都行啊 一种的说法是把痴去掉 后边加上痴加上这些东西 有的说呢 是把痴去掉分别加上这些 我觉得用痴这个比较容易 也比较形象 我们就是把痴去掉 然后分别在不同的主语 后面动词我们要把它改写成 O O S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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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s 而且基本上 有些不规律的动词 比如第三种动词 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 第二人称单数 后面是加s 而第三人称复数 后面 它加的是 en d 但是发音 也要跟前面的单数一样 好吧 我给大家念一下 je parle du parle il parle elle parle nous parlons vous parlez il parle elle parle OK 这个是第一组动词 我们之前学过的 还给大家做了一些练习 还记得吗 我们做了一个动词变位 练习 专门我们讲了 那么 可能我们还没有讲到 我们当时只是讲了第一组动词 后面 今天的时间 有限 我们主要是复习课 后面我们要讲第一组动词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第一组动词当中有特殊情况吗 有 就在这 也不是完全都不该 不再变化 但是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 我们讲 如果真是教学的话 是一种超纲体了 因为我们 一般来说 是在终极 才会学到 第一组动词的 特殊变化 但是没有办法 我为什么提到 初级班呢 因为演证这个词 我们是要见到的 我们不能说 我就按照我那个水平来去探东西 那是不可能的 好 这个我们先放下 不讲 好 这几个动词 给大家 五分钟的时间 做做动词变位 一会儿我找上去来念 你别把麦克风给我关了 我当时真是 我就喊了 说的要快 五分钟 五分钟 一会儿 还有一个 下面 我们先放下 两个晚上 大个晚上 我们先放下 一会儿 我们先放下 一起放下 一会儿 都是 我们先放下 好 我们先放下 这就先放下 下 我们先放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他每次要换一个换一个 但是我老在你这个重大小级比较重用啊 我得我得我得不时不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 要不然腰不行坐不住 第一个单词 来我找人做动词变位 Rulia你来吧 OK那很流利非常好 但是也有一个小瑕疵 就是这个单词念 H-G-R-D 那个G-R 你还要读出来一点 不是H-G-R-D 好的 那我再对一点 这就是巴赫费了 这个就是 现在叫做巴赫费 前面我们可以说 前面我们可以说 改变 改变 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你巴赫费 巴赫就圆满了 我再希望来个巴赫费了 起码来个开变 金刚 方便的话来做一下 或者是张铁灵 左部方面 安全 安全吗 王云 王源 来 这个词就行 Volet Je volet No 你没听 D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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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问题出来了 Je vol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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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等会儿 等会儿 别着急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词啊 它的原 它这个动词这个原形 就是现在这个 对 现在 现在这个词的发音 它叫我这个 Volet 它是这么个发音 Volet 我打不出那个那个音来 就大概知道了 它是个Volet 但是你如果说做动词变位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是 我们这种视频课 我们不可能交作业 不让你写啊 Re volet 对吗 这个Volet的发音 注意发音区别在于什么地方 Volet 没有那个A了 没有那个A了 没有后边这个A的音了 明白吗 王宝源 明白吗 你不能说 Re volet 你如果发声 Re volet 那就是这样了 等于没变位啊 明白吗 所有的后面都是 没有这个A的音的 Re volet E volet 太变了 不不龙 哎 你得了 Vo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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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前面一样啊 E vol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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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et Bahle D Bahle No 你先把这个词的原型给我念一遍 Bahle 对 Bahle 注意啊 Bahle 最后的发音也是这个A 那你现在变位了 说白了 变形 那你怎么变 就这样 这念什么 E volet 对了 那D呢 Due volet Due vole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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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et 明白了吗 这个发音你不要 你后边那个实际上跟原型那个 它后边有重音有个A 你如果要变形的话 R的时候这个A就没有了 就是RV了 RB了 OK 已经50了 还差10分钟 我们就不再找同学念了 大伙好了 我估计如果在课堂上一个个脑袋都放课桌里了 都不抬头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式 这个我要强调一下 今天都是复习课 我简单说完这个我们就下了 就是这个大家注意 Je regarde la television 这句话的意思呢 有同学在课后也问我 就是说 把这个地方的过一下 这个实际上我们讲的 独卫 我们中文的 我说中文 这个好直接出来 独卫兵 就这种结构 大家看明白了吗 就这么一个 谓语实际上呢 我们中文就是 实际上就是动词 主语 主语我们今天学到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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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名词 名词都可以做主语 名词都可以的 太阳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电视正在播什么什么东西啊 这棵树 长成什么样了 它都是 包括一些个非实物的名词 比如说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 使人落后 这个虚心和骄傲 它实际上如果是名词形式的话 OK 它仍然是可以作为主语 那么法语当中呢 除了这个主语之外呢 我们还会遇到 今天我就拓展来讲 还会遇到有一种情况 它叫无人称 主语 它主要就是 异了 我们说 异地牙 变了个手 就是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什么 就相当于英语的 那个巨型 但是这个里边 这个异了 虽然是主语 但只是一个形式上的 我们英文可能叫形式主语 但是法语 我们中文 中国人自己 就是老前辈们 把它定义为叫无人称主语 不管怎么样 你知道这意思就行了 可能有的朋友从台湾来的 我们什么叫无人称主语 我不懂 你不用懂中文这个意思怎么说的 你就知道 这个伊利亚 它是一个形式上的主语 它没有实际的意思 或者它真正的实际的意思 在它句子后边 真正的那个主语当中 这是我今天要多说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东西 好 我把这篇课文给大家念一下 我们就下课了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说 我还没跟上来呢 后面是我当时 举例子的 那个不算 好 下面这个 这是一个特殊疑问句 完全倒装过来的 倒装是什么 就是主语和动词颠倒的位置 按照道理 主语在第一位 动词在第二位 现在把它换过来了 然后前面呢 加上那个特殊疑问词 这个学过英文的同学 都应该明白 vous habitez-vous j'habite à Montréal j'habite à Montréal et Pierre il habite aussi à Montréal et Pierre il habite aussi à Montréal non non 小小的声音 non il n'habite pas à Montréal 句号 一般都是 见调 问号 那肯定是声调 句中 如果是逗号 逗号 逗号 当然在句中了 对 逗号 一般是稍微声调 不要声太高 但是很长的句子 我们 在句中的一个词 词意的当中 结尾 要稍微声一下 然后再这样下去 稍微声一下 然后再这样下去 但是不要 跟过山车一样 法语没有那么大的语调的起伏 所以你听 David Sank 法国电视舞台的播音员 他们 涓涓涓流水 不停 但是没有 没有 non il n'habite pas à Montréal vous habite d'il vous habite d'il il habite à Paris il habite à Paris 好 这是我们今天复习课 下周呢 我们继续 我们就要把 把这个 后面的几个语法 要给大家讲了 就是动词的 这个 第一组动词的特殊情况 后面我们再讲 好 今天的课 我们就到这 好 我们全部再见 长周末愉快 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